疫情之下,私职会、福论社还有台北花联同乡会联合关怀偏乡学生及弱势家庭 在玉里镇长蔡秋龙签讯之下,27号上午举行了讲助学金的发放仪式 玉里国中小学共有50位学生之外也发放了慰问金给镇内20户的弱势家庭 镇长蔡秋龙她代表感谢各界对偏乡弱势族群的关怀 台北市中美福论社社长林如轩 台北市花联同乡会会长谢树勋 与台北市300A2区金站市职会会长蔡方立联合发送奖助学金 给玉里镇国中小学总共50位的学生 希望对偏乡弱势孩童的学习与教育有所注意 所有行业都是独发 真的都是独发 今天我们来这边就设计 有个习惯得到要有感恩的心态 要有感恩的心 真是真的 切实弱励 切实弱励 来共同做银行社会服务 也让我有机会回到我的居乡 回馈领校 然后给优秀的协定协妹们 给他们一些鼓励 除了有大学姐的关爱 疫情冲击 百公百业 社会福利善款的捐赠也跟着下降 社会公益社团仍咬牙推动社会弱势的关怀行动 但对于弱势学生与家庭的照顾与支持 精湛市智慧会会长采邦黎说 却不减反征 他也万分感激 由于在玉璃镇长蔡丘龙的牵线下 已经第二度来到玉璃镇进行联合关怀服务 蔡丘龙也全程参与 也代表受助的学生与弱势家庭表达感谢 用他们的爱心来关怀我们玉璃镇的学址以及证明 特别要感谢 今天上午简单的发放仪式 玉璃国中总共有25位学生 每人发送2000元的奖学金 玉璃国小25位的学生 捐助每人3000元的奖金红包 此外这一次的联合关怀服务 也首度纳入弱势家庭 每户5000元的慰问金 总共有20户的弱势家庭受惠 记者石玉兰玉璃镇采访报道